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个抛砖隐喻的作用 供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 本次分享分为四个模块 第一个是我们选择DS调度的原因 第二个是T3出行的数据户架构 第三个是介绍一下我们DS使用中 遇到一些功能点的一些缺失和一些痛点 第四个主要分享一下我们解决这些痛点的一些方案 首先第一点 我们为什么选择倒飞schedule 倒飞schedule是致力于解决数据管道中复杂作业依赖关系的 它是方便我们梳理就是复杂作业依赖 统一调度 方便大家管理开箱及用的各种类型的作业 减少作业调度的运维成本 同时倒飞schedule也是支持丰富的场景 它同时倒飞schedule也有多种优势 第一个它是高可靠型 它去中心化多主多工作节点 支持HUI和一些walk节点的那个 资源过载的一个处理 就是把资源较高负载的一个walk节点 可以自动转移一些任务到资源较少的任务节点上 同时它方便使用 所有的流程都是可视化的 可以可视化的定义流程 上下游的关系 一键部署 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同时它支持丰富的场景 支持多租户 支持多种任务类型 比如Spark、Flink、Hive、Share、Python等等 它方便我们去在做 尤其是在做大数据开发中 方便我们去部署任务和做一些调度 所以我们的大数据平台 是优先考虑选用 倒背Schedule的一个原因 同时它也有高拓展性 支持自定义任务内情 同时它可以随着调度能力 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展 现金增长 方便任务体量起来的时候 做一个扩容 所以我们综上所述 所以我们选择了倒背Schedule 倒背Schedule 现在在T3的应用场景 主要是它整合了QB 我们T3主要是使用QB用Spark 做一个离线调度 每天大概有三万多的离线任务 是在QB用Spark上面在跑的 同时它也调度了 大概Spark Streaming任务 大概有每天大概有三百个任务 Flink同时调度Flink任务 大概每天一百个 我们公司有少部分 Flink任务还是在DS上 有大部分Flink任务 是在别的一个平台上 同时它也 它也有少部分的一些 Qinning CK还有Share脚本 Python脚本等等 大概每天大概有五百多个任务 这么多的任务 这么多的一个任务调度的场景 我们还是比较重度使用DS的 所以我们之前 我的同事赵鱼薇也做过相关的技术分享 我们在DS上做了一些优化 比如说一些依赖管理 资源放在分布式存储上 方便下发到各个work节点 一些管理的点优化 这次我们主要是做了这几个优化 第一个是增加了一个联动补述的功能 我们的任务流 就通过Depents组件等等 会有跨任务流的一些上下游关系 这些任务关系比较复杂的时候 用户补述的时候 如果是需要上游 也需要补述 那么大家人为去梳理 这些上下游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联动补述的功能 首先我们通过联动补述功能 用户在对某个工作流进行补述时 会自动计算数状拓谱 供用户选择 如果不清楚哪些前置工作流 在补述区间的需要跳过 可以全部勾选 DN4在联动补述前会进行一个判断 自动跳过那些符合条件的前置工作流的联动补述的操作 首先我们是 这个分享的是将依赖数 转为有序集合 比如说工作流的ID是541的一个工作流 它的前置的依赖的任务流 比如说有多个当对541进行补述的时候 这边靠人力去梳理 类似于上图的跨项目的数状拓谱 工作量是非常大 而且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这边是通过自动解析上游依赖 同时做了一些重复依赖的一个去从 梳理出这个任务流有哪些上游依赖 然后进行联动补述 在联动补述时跳过一些 运行成功不需要补述的一些工作流 这样大大方便的开发人员进行补述操作的一个这个场景 这边是一个补述的一个操作的示意图 选择补述联动补述的时候 就可以勾选上游的任务 直接勾选操作 然后进行一个补述 这个是一个大致的场景 同时我们也增加了一个 就是任务仕途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如果一个工作流在设置了T-1的定时调度 那么每天都会产生一个运行内行为调度之行的工作实力 进行一个实力的仕途 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这个工作流 在调度周期中的运行成功 运行情况是否是调度成功 有没有进行一些 比如说失败补述啊 恢复失败等等一些操作 可以看到每天的一个状态 能迅速判断出哪天的历史的一些调度会有问题 是否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操作 和恢复失败的一些操作 一目了然方便 方便 开发人员还要去人为的去搜索工作流 去筛选历史任务 然后来判断这个任务流 在历史 历史中执行的一个状态 提高大家的一个开发效率 下面第二部分 我主要介绍一下 就是T3出行的一个数据壶的架构 T3出行的数据壶架构主要是分为这个 我们的书记来源主要是卡不卡数据 还有一些开脑订阅的一些数据库的数据CDC进行录 然后数据是主要存在以呼地格式为存储的 存储在OBS对象存储上面 然后通过一样的一个资源编排 对接Spark Flink 还有Prestle CK等等这些 计算引擎 然后通过QB和Linkase的计算中间键 对外暴露给各个业务服务 主要暴露的一些服务 主要是FIRRAM 就是一个BI 主要BI报表工具 还有数据地图 HUE 集体学习平台等等 然后这中间的一个ETR的操作 主要就是有W-Schedule来调度的 这边这个T-E的一个调度过程 主要是通过主要是连接QB 分不同的租户 QB会给不同的租户 分配不同的资源策略 然后DS通过去不同的租户 去连接QB 去执行计算在Spark引擎上 然后对 以Hoodie为主的一个存储 做一个增量的一些数据加工 主要就是ETR的过程 架构是这样的 然后同时数据开发和一些 OLAB场景 主要是连接QB 那个报表系统 主要是通过连接QB 去对接Prestle引擎 然后查询数据壶的数据 然后数据开发和一些OLAB场景的话 是连接Spark引擎 去写一些 主要写一些Spark搜口 然后去运行在Spark引擎上 进行一些数据探索 数据探索和数据开发 然后这边是 整体的一个架构情况 是这种样子 那我们使用 Doffice Schedule中 遇到的有哪些 遇到有些痛点呢 首先 第一点遇到的就是 没有专门的一个数据开发模块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原来的那个 在CDH机群上面 安装了HUE 在HUE上面进行开发 然后开发好的语句 是要人工去 拷贝到GT Lab等等 一些进行一个版本化的一个管理 都是依赖于一些人工的操作 同时开发好的这些语句 想要发布在DS上面 需要人为的去把这些语句 拷贝到DS上进行节点配置 然后同时有一些参数啊 变量的一些转换配置 等等都需要人工的去操作 缺少一个整体化的一个CICD的一个过程 然后大大也增强了一个 增加了那个运维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成本 同时我们之前用的是 主要DS1.3版本是没有工作流版本管理的 然后也代码的一些共享啊等等 这些机制也都是没有 首先我们是之前提到的代码 没法直接提交到GT Lab上面去需要人工去操作 第二个是工作流没有一个版本管理 没法进行一个版本之间的一个切换 第三点是没有一个代码共享的机制 比如同组啊同部门的一些代码的共享就比较困难 容易造成一些重复造轮子的一些场景 那么针对这些痛点 我们是做了哪些优化呢 那我T3是因为随着业务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平台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急需一个一站式的一个交互式的平台管理 所以最终我们是选择了以微众银行开源的 DataSphere Studio 就DSS作为一个一站式应用的交互平台 同时根据公司的业务进行一些定制化的开发 然后这个DSS它本身是具有一个开发模块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有过相应的技术分享 就是我们在DSS上面的Scripps开发模块上和QB进行打通 使开发人员可以在DSS上面进行业务开发对接QB 然后Scripps是支持开发好的代码 形成一个木路化的文件的一个管理 进行像左边这种这种树章的一个文件的管理 方便大家进行代码的一个管理 然后开发好的这些文件是可以通过 整合了那个GTNAP的SDK去调用 可以提交到对应的GTNAP上 然后去提交到对应的代码分支和项目下 进行一个代码的提交 同时如果是相同工作空间下的用户 是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代码的 这样子可以做一个代码的共享 可以减少一些开发量和重复造轮子的一些过程 同时DSS支持一个工作流的编辑 这边是它可以 类似于高飞schedule一样 是一个拖拉拽的形式 然后形成拉线 形成一个工作流的一个编排 然后它是这边 DSS的workflow是支持版本管理的 可以去指定切换到各个版本 然后防止一些方便一些回滚和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 它支持那个可以指定对应的版本进行一些pickup pickup的操作 然后这边是拿取编排工作流的时候 是可以选择关联脚本 这边关联的脚本 就是刚才你开发好的 放到那些目录下面的那些代码文件 通过这些关联脚本可以去关联 省去了大家粘贴代码 人为的去粘贴代码 然后粘贴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人工的一些操作的失误 就是增加了一个自动化撕压的一些过程 同时我们也整合了 就是DSS的工作流 可以直接发布到到Vschedule的工作流里面 首先这个DSS工作流 类似于到Vschedule它的那个也是一个Json格式 是存储在数据户里面的 不是存储在那个MySQL里面的 然后所以它这个一个Json格式 我们是可以通过保存好的任务流去读取 DSS workflow中这个Json的一个字段 然后把Json字段进行一个解析 可以转换转换成符合DS的那个任务流 Json格式的文件 其中比如说可以把一些 Sircle的文件给转化成对应的 DS的一些Sircle的那个类型文件 包括Depends啊 Wordjob等等这些组件 都增加了一些Json的一个参数 可以进行方便进行DS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转换 然后写入到DS的那个workflow表里面 存成符合DS要求的一个Json格式的文件 然后存储之后 在DS中就形成了符合DS一个风格的一个任务流 现在我们主要支持的那个节点的类型 主要是Sircle类型是在QB上面运行的 还有需要脚本 Depends组件 还有Wordjob Spark任务 这边还没讲 有Spark任务和 同时最近Spark任务和 Python也是支持的 这边流程主要是介绍的那个 我们用到的DSS Workflow的一个版本的管理 其实就是相当于它是在 它是多版本 对应到DS的任务流上是相当于是多个任务流 当你选中哪个版本进行选中上线的时候 那么在DS测 对应的版本的那个工作流 它就会上线 其他的没有选中的那个版本的工作流就会下线 就等于说这是个上下线的过程 整个视图就相当于是在DSS上 对应Doffee Schedule上面是相当于一对多的一个工作流的映射关系 这样子直接相当于是进行了一个版本的切换的功能 然后但是之前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补述啊 定时的操作等等这些操作还是要在 Doffee Schedule上面进行的 这个我们就没有去重复造轮的 因为Doffee Schedule这些补述的功能 补述的一些界面啊 定时调度的界面等等 这些这些功能是要比DSS本身要强大很多的 所以这些操作我们还是在 在Doffee Schedule上面操作 没有再重新做新的UI 这样子 但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了DSS的一个CRCD的一个过程 还有版本观点的过程 当然新版本的那个DSS也是支持了一个版本观点 就后续我们可以也可以去想办法可以整合对接上去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是利用了DSS的一些特有的功能进行对主要是对Doffee Schedule做的一些补充能方便整个一战士数据平台的一个 刺压CD的过程 为了满足这个场景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功能的补充 而不是说是替代Doffee Schedule 相当于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集成了DSS之后 整体的一个T3的这个数据壶架构就变成了这样 首先底层还是CDC入壶 看到订阅这个没变 然后Hoodie在对象存储之上 资源编排还是在样上面 然后引擎还是Spark、Flink、Frestle和CK 然后通过计算中间键去对接 Hoodie我们这边就替换成了DSS的Script数据开发平台 然后这多个业务系统都通过DSS跳转对外暴露 DSS本身有一个单点登录认证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我们方便统一收拢了这么多业务系统的一个登录的入口 大多业务系统都可以通过DSS登录 然后去选择相应的模块 去点击跳转到各个业务系统 这样子方便做一些系统的管理 也方便大家使用 需要保存去管理那么多的一些业务系统的那些地址等等 然后同时也通过功能的互补和Dovie Schedule 也完成了基本的一个CICD的过程 T3的大数据平台引入了DSS之后 和Apache-Dovie Schedule相辅相成 基本实现了一个代码开发业务上限 调度系统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可以闭环实现大数据开发的一个CICD的管理 帮助业务部门降低门槛 方便他们更好的去专注于业务和业务需求 缓解数据开发的压力 离战士开发平台的目标又进了一步 当然比如说Dovie Schedule这一年来 发展的也非常迅猛 之前我们没有的一些功能点 比如说像数据质量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任务流版本管理 也都做到了增强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Dovie Schedule的这些能力 我们也是希望是能后续在不断的迭代中 在我们公司场景中得到应用 同时我们也期待Dovie Schedule作为调度平台的一个 引领者之一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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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